体谈一直是大家关注的地方,不管是带来的激情还是精神,在体谈同样有着很多的女神,不管是排球界的慧若琪,还是排球女神潘晓婷,也时常是人人茶语饭和谈论的对象,在体操界内更是女神的发源地。 其中张豆豆曾一度成为体操队的高人气队员,起源主要是一张摄影师的照片,从而走红,成为人们眼中的女神。 张豆豆,出生于1996年,曾与景兄苏联照一夜走红,在整个职业生涯,并没有多少亮眼的表现,但是由于颜值高身材好,很多网友都把她成为体谈第一女神。 张豆豆在2013年亚锦赛,帮助中国队获得两金一银的成绩,由于想象甜美,气氛无数。 2014年,18岁的张豆豆在参加一次公益活动时,偶然竟因为一张照片走红网络。 照片中的张豆豆清秀无比,网友们还戏坑,360度女神,简直全方位无死角。 2017年,她选择了退役,她的退役让很多粉丝感到遗憾和伤心。 她在微博中写道,此时此刻的我,已经结束了自己的上一班征程,会向自己一步一步走来。 在自己结束最后一套动作后,都化为泪水,那份心情无以言表。 豆豆一路走来,要感谢的人太多,没有你们就没有今天的我。 我知道今天的结束代表明天新的开始,继续加油,从容面对每一天。 在退役之后,张豆豆没有因为网络走红而变身网红,也没有像其他人一样,又名气后进去娱乐圈,而是与一群小朋友在一起,成为了一名教练员。 如今的张豆豆外表,已经变得成熟了许多,张豆豆除了当教练员之外,她还和某品牌合作,开了健身课,时不时参与一些与体操,体育有关的活动。 而这也基本是一个运动员,退役后的正常轨迹了,在这个执迷精髓的社会,张豆豆没有被金钱所诱惑,依旧在坚持着自己的梦想,希望在新的人生阶段,有新的体验,走得更高,更远。